近日河南郑州38岁的王先生在工作时突然瘫脑在地 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脑梗死 而这一切和他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 王先生说自己喜欢吃油大味重的 每天都要来上一斤油炸花生米配可乐 这一吃还停不下来 最终是将自己折腾到了医院 还险些送了命 王先生是一名电梯修理工 在一次工作中突然觉得头晕 浑身没劲 直接瘫软在了地上被送往了医院 而导致王先生发病的竟然和花生米有关 医生表示长期喜欢吃油炸食品会导致血脂增高 因此要密切注意自己的日常饮食和生活规律 他这个长期也有饮食不一样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这个高油的饮食 长期是那种提换成油炸食品 这种跟他这个血液的增高 我们这次的脑梗其实也都是有相关性的 脑袋里边血管堵了 相当这一片脑子的这种梗死 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 距离